千里满足我所有的愿望吧 那我来实现你的愿望 是的 我们的肉呢 它是用台湾的樱桃鸭 去做制作的 我们可以另外一种 悠雅的翅膀介绍一下 谁敢这样跟我说悠雅 那我的中餐在哪里呢 我来了 这神端 太诚意十足了吧 博卫康 把这大夫 为什么吃甘蔚多年啦 可是 我必须讲一下 它真的诚意十足耶 这么大一份美食 而且还为我们推荐的一位呢 我们的美女达人 来帮我们介绍今天的餐点 欢迎我们的小鱼 大家好 这神端真的诚意十足啦 是喔 很厉害喔 让我们这个味觉 以及视觉都有达成好不好 这就是色相味要俱全嘛 是 好 来小鱼帮我们介绍一下 先问一下 对 这一份大概多少人吃啊 这个一份我们是做五人分的 OK 是五人分 放心 我今天就是来挑战的不是吗 好不好 可以啦 对 挑战大胃王 好不好 OK OK 五人分啦 差不多 对 你一个很厉害的壮年男子可能也都有困难 但是 如果好吃啦 我相信大概一次就会把它吃完吧 我们也有最少有两个人挑战完成 真的喔 两个人吃完 哇 帅 好 那我们来品尝看看 所以我要先吃 这个 这个 好 生食级干杯可以先试试看 好讨厌喔 可以一口 吃东西还要这样吃 一口喔 是可以 但是我今天想要熟女一点 你要挑战他 你想要熟女 有吗 有吗 慢慢挑战吃好不好 好来我吃吃看 然后生食级的干杯 所以这是经过炙烧吗 对 可以试试看 好 不够甜 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应该还是很鲜嫩的 嗯 很甜 因为你看到外面炙烧你可能会觉得以为它可能烤干了 嗯 就是你吃吃看你看到里面就知道啦 是非常鲜甜的 有没有 好吃 而且你应该没有经过什么调味对不对 嗯 你看 我已经吃出一张那个雕琢了 你知道吗 一吃就吃得好不好吃 真的超嫩的啦 天呐 好 好 这次来第二位挑战者是 你要不要试试看我们的炸虾 炸虾先啊 对炸虾先 可以 因为它上面我们有了一些我们特制秘制的酱料 我用刷好了 好 可以 嗯 嗯 对 你吃吧 嗯 我以为是炸的时候它的颜色 哦 没有没有没有 这是酱料 对对对 酱料淋上去的 好 可以试试看看 我们来吃炸虾 好吗 好吃 我吃到酱料的味道 有 我来看 这是面包吗 对 面包 用 有点像 面包 我要怎么形容那个 那个外皮呢 好 你形容一下 好 我觉得它很像 欧烈啦 你说外面吗 对 它是有点那个鱼浆 然后加面包粉 厉害吧 有厉害 真的 有在认真品味 真的有认真品味 有 面包的那个鱼浆 对 下去调的 对 它提升它的一些鲜味这样 是不是 我是不是该入骨了 可以 欢迎 这一只欢迎 谢谢 谢谢我们谈诚合作了 OKOK 欢迎来品尝 OK OK 这个因为你吃你就会知道 它在这个 一般外面酥炸的这个粉 会有点不一样 一般外面可能用油 用那个什么 酥炸面粉 对对对 用现成的 对 现成的 但是你会吃不出特色来 对对 就是也很高的 混 可是它是有口感的 这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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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你吃完了 你吃完了 很厉害 你吃完了 我今天要挑战不断店啊 接下来 好 接下来想挑战什么 要不要试试看我们的重点 好啊 这个可能需要刀叉啊 好 好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吃东西都走野人路线 没有分手 这不用一口吃就对啊 对 我看看能不能吃出那个 大海里的味道 嗯 一样 没有很多余的酱 嗯 嗯 嗯 但是你就是 因为我觉得海鲜就是这样 如果你新鲜啊 你不要调太多酱 或太多调味料 原本的那个 海鲜的味道 对 它其实它真的也没有调味 是吧 是 真的没有调味的 我们尽量希望 客人吃到是 食物的原味 新鲜的味 那它的 它的咸度是 来自于它本身的 对 海味 喔 真的喔 真的 它完全没有调味的 好海喔 海 真的很海耶 那小卷超海的 海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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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吃 好吃好吃 我喜欢这样子啦 因为现在的人喔 其实都吃很多 调味的东西 嗯 那其实调味 可能乍吃是OK的 可是吃久了 对身体是很难的 对 没错 对啊 用心 很用心 因为我们食材 都是现点现做的 没有半成品 对 没有半成品 也没有那种 鲜背好了 所以就是 等待时间会稍微久一点点 但是客人也都OK可以接受这样 没关系 嗯 因为你值得 真的喔 真的 接着 我们要去试看 我们的雪花牛 好 牛也是一个很残酷的 讨厌 嗯 处理不好 会跟鸭肉一样 其实就是会比较干彩 对不对 是 那其实一般酥肥过的 牛肉 肉质应该都会比较有那个 口中感 嗯 口感会比较Q嫩 这要倒叉吗 应该 一口大小 对 好 起来 OK 它是不是也没有太多的调味啊 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这个这个就不容易了喔 对 这个不容易了喔 因为肉你还不经过调味 对 我们 所以我说 刚刚说我们特制的酱料非常重要 我们这个蜜汁的酱料 所以你有调混酱喔 有啊 我们这个 酱料就是特调的 这个是 蜜芳 对 对 对 是我们厨房自己制作的 我们不是很火的吗 是 他有一个讲一下 喂 我还真的吃不出来 真的烤到我了 我觉得真的是下工夫郎 这个 秘方不简单 对对对 吃出原味 然后保持鲜度 是非常用心的这个做法 接下来我们来主攻肌肉 肌肉的话 我们建议可以搭配旁边这个新鲜的荆棘 可以几点荆棘在上面 好喔 你要帮我服务吗 不介意的话我来 不介意的话我来 我当然不会介意啊 有美女可以服务呢 而且我相信美女挤出来的荆棘呢 这个 肌肉啊会更鲜嫩 好 这边可以吃 我等一下用刀叉切一下 没问题 好 先帮我擋一下喔 那我要给镜头看一下 你看这个肉 那这个也是我们 结合当地的那个养殖场 养殖业 然后他们的土鸡腿 哦 土鸡腿啊 对它就是放养的土鸡腿 哦 那土鸡腿的话 你可以试试看它的肉质 肉质应该会非常的 如果我们淋上这个荆棘以后 它有没有提升它的风味 你可以试试看 好喔 就让智琳姐姐来为大家品尝看看啦 土鸡腿的肉质是怎么样呢 它会比较Q弹一点 嗯 然后不会到柴 然后也不会过嫩 我觉得它一定是跟肉鸡不一样的 我讲真的不浮夸 一切开啊 我就闻到那个鸡腿香的 所以我觉得是你的酱的关系哦 对不对 就跟你说特调了哦 蜜字的哦 蜜字 这个味道我喜欢 而且它很奇妙 你刚刚讲这个舒肥牛的酱 跟这个酱是同样的 同样的 同样的 可是它在两种不同的这个肉质上啊 发会了不同的味道 我告诉你为什么 嗯 因为夹的新荆棘 所以荆棘很重要 原来是这样子哦 它荆棘很重要 它不是装饰用的 它是真的很 真的很重要耶 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刚刚女生喔 化完妆之后有没有 结果没有化眉毛 没错就是这样 没错 是不是很重要 没错 少了这个东西什么都不对 有没有 没错 诶对呢 对啊 这落差太大了 这两个味道落差太大了 可是它就是同一个秘质酱料出来的哦 嗯 但是因为不同的 嗯 不同的东西可以提升出它不同的风味出来的 那你是有试过 一定要用荆棘 还是一般的柠檬也可以 嗯 我们还是建议是荆棘 嗯 因为柠檬其实我们也都有结合各种 农产的小楼都有 有试过 对有试过了 对 那荆棘 荆棘的话 还是比较推荐的荆棘 因为它不是只有酸而已 它有甜 对 我试出来了 对 因为它的味道真的就是 除了柠檬的酸 因为柠檬的话它会单独酸 它就是酸而已 对 然后你会吃到有一点像柑橘类特有的甜味 嗯 没错 这嘴巴真的好厉害哦 是超强的好不好 我真差没关键而已 我跟你说 我的键开下去 跟台湾的收尾小师大师 都准备 介绍营业 是不是 我的嘴巴可是专业的呢 不过 这份大汤匙虽然美味 可是也太多了吧 但是 我会认输的 来吧 看我把它吃关关 好饱哦 你看看 真的是 不是盖的耶 好饱哦 天啊 但是我们做人要有始有终 说好的要24小时不断电的继续吃下去 现在 接下来要晚餐时间了耶 好吧 继续挑战 聖灯 把我的晚餐电出来 不要